中国5月23号开始对台湾展开联合力舰演习 来回应新任总统赖清德520的就职演说 而军演范围比两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 佩洛西访台后的围台军演更广也更逼近台湾 除了台湾本岛也涵盖金门 马祖周边甚至军舰逼近北台湾门户 临近24离林杰区 而我国国军近距离的监控画面也曝光 共军再度举行环台军演也引发国际关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 将和美国与其他盟国明确表达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台湾海峡的平和安定的重要性 引き続き中国側に直接しっかりと传えるとともに 米国始めとする同盟国同志国と緊密に連携しながら 各国共通の立場として明確に発信をしていくことが重要であります 不过美军印太副司令证实 共军去年就曾进行清台演習 美国野强调教认真看待 習近平下令在二零二七年做好攻台的准备 不过也指出中国真正的攻击行动 虽然并非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 但面对共军再度扰台行为 国防部也发布影片大秀军事击中 表示面对中共东部战区的不理性挑衅 破坏区域和平和稳定 国防部已经派遣海空及地面兵力 要以实际行动守护自由民主 土地新闻提供狗话 编译